各位早上好 今天是星期五 也是11月11号 这个很特别的日子 11月11号 那重点是 昨天华尔世界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荡 主要是公布了美国的消费者指数 是比预测的好很多 市场是预测是有8%吧 因为前一阵子是8.2% 这一次公布的是7.7% 所以市场呢 一下子就有一个爆发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力 就是说呢 它爆炸了 就是说呢 华尔世界基本上呢 很多金融产品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股市呢 美国股市呢 就昨天呢 历年来是从1985年 是当日一天里面最大的一个涨幅 所以这个是预料之外的一个状态 那道琼呢 我们来看看道琼 道琼股市呢 昨天来到33727.7点 这个已经将近要去挑战 那个8月份的高点 它已经突破了10月份 突破9月份 现在要迈进8月份的一个高点 如果可以成功的越过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短期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再继续上扬的一个空间 目标还是在34,843点 这个是长远的一个目标 可是现在以昨天的那个行情来做 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短期里面 我们可能看到短期里面 美国股市可能还会继续的上扬 之前我跟大家有报告说 最近这几个月呢 主要的资金呢 已经流到美国去了 而且呢 它有这个现象 就流到美国的蓝筹股里面 所以道琼股市的猛涨呢 这个趋势呢 其实已经很明显的好几个礼拜了 这个只是昨天呢 加强了这个上涨的一个空间 OK 我们来继续看 S&P500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昨天将近突破4,000点 来到3,958.3 这个与9月份的高点 现在越来越迈进了 9月份的话 它最高来到4,119点 所以现在呢 不是说不可能 以昨天的爆发率的那个波动来看呢 越来越看来越有可能 我们看看 可是呢 能不能越过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主要的主要的注意力 还是在蓝筹股里面 就是道琼嘛 OK S&P500只是借着道琼的一个 爆发率的一个成长 也是跟着风了 目前来讲是应该是 已经 以我的目标已经是达标了 这是3,930点 就是我目前的一个大标 那个目标 所以现在已经远远的超过大概30个点 所以可能短期里面 它可能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今天是最后 这个礼拜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肯定是会跟着 昨天的一个爆发率的一个成长 可能会今天呢 晚上收视的时候 肯定会以比较高的一个交易收视 那比较没有这么凶的一个涨幅呢 就是那个NASDA100 NASDA100以目前来讲 连10月份的高峰点都还没有越过 10月份呢 它最高了到11,681.8点 所以目前来讲还没有越过 目前B市价是在11,606点左右 所以还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 市场是在倒穷 而且科技股也现在是没有什么力 虽然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情 NASDA就是代表着 科技股也没有很大力的一个推动 所以短期里面是 很难越过9月份的高点 9月份是它最高了到12,752.8点 所以这个看起来有点遥远 所以主要的还是关注在倒穷 今天早上我们看看 香港股市目前还没开盘 所以应该是今天 一定有办法突破16,822点 就是这个礼拜的最高点 所以这个是大家拭目以待 可能短期里面它有这个可能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短期的一个目标来看 如果是以昨天的最低价 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点的话 我认为行情 去挑战10月份的高峰点 就是18,164.2点 这个可能性已经诞生了 这个短期里面 可能这个只是最高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观看 恒征指数肯定是会有机会来到触碰 那个10月份的高峰点就是18,164.2点 上海中午指数目前还没开盘 也是应该有办法借助华尔斯街的 昨天的一个爆发率 可能会继续的往上走 也有这次肯定会突破10月份的高峰点 目前10月份的高峰点 是来到3000大概100点左右 所以接下来很明显的 他有这个机会去挑战9月份的高峰点 9月份的高峰点是在3280点左右 以目前来讲 他最基本最基本的应该有办法来到3220点 所以这个是可能会挑战9月份的一个高峰点 我们再继续的观看 日经指数今天早上有个爆发率很大的 昨天几乎是来到我的目标是28,000点 现在已经已经很明显的 已经越过了28,000点了 ok来到28,263.6点 这个是在我的预测之中 这个目标除了28,000点的话 我还是认为这个空间 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阶段 28,000点到28,500点 这个空间里面 如果是出意外的话 他可能就会从这边开始当下来 可是以目前华尔斯街 这么猛的一个走势的话 他也有可能突破 是可能往9月份的高峰点在28,660点左右去迈进 大家可以继续的观看 昨天在外汇市场也就有一个比较大的震荡 美元对日币猛跌到140.20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是9月份的第一次日本央行干预的时候 他最低来到140.43 这一次真的是去触碰了9月份的低点 来到140.20 可是目前有点反弹的 这个也是在我预测中的一个门槛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140.16到142 这个是空间里面是应该有适合做多的 那现在行情来到这个价位呢 我们看看短期里面有没有一个反转的一个讯号 也是有耶 我看啊 一个小时图里面出现了这个反转讯号 OK 在140.20那边出现了一个反转讯号 所以短期里面他可能会反弹 所以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 这个是不是这个美元对日币的一个转捩点呢 我们要继续的观看 再来的话我们看看英镑对美元 昨天英镑对美元 起初看来好像是要跌了 因为呢他已经跌破了这个短期的一个支撑线 现在呢昨天的公布的那个数据之后呢 就是美国的消费者指数的之后呢 他有个很大的一个震荡 来到最高1.1731 这个也是这个系列里面最高点 OK 也是我们9月份的高峰点 OK 9月份呢他最高来到呢是1.1740 现在呢 离这个价位呢 只差那个0.0009 所以呢变成呢已经很接近 就是要突破这个价位 之前我跟大家讲 我觉得这个三波浪型的一个形状呢 可能会使到英镑来到1.2060 到1. 1. 2.060到1. 2.370左右 所以呢目前呢有这个机会 可能就会往这个 这个价位1.20迈进 如果是这样的话 美元对日币可能还会有一点点 跌幅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短期里面最好是安兵不动 OK 因为呢美元的走势还没走完的 基本上他是这个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回调 只是放大了一点点 OK 那欧元对美元呢也是这个三波浪型的 形状的话 我也是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呢 可能那个目标是在1.0285到1.0435的 那个空间里面 现在已经很靠近了 昨天最高价是来到1.0220 所以呢变成了这个价位已经很快很快 就可能会实现了 可能在星天晚上就可能会实现了 昨天我有尝试去控它 因为我原本是认为行情可能会来 来多一个跌幅嘛 我在我我在这边开始控它 可是昨天呢 这个行情太大了 就在公布的那个数据的 还不到5分钟我就被 停损了 所以呢很可惜 可是呢没关系 我在别的地方也是赚的赚的蛮多的 昨天 这个是澳币 澳币呢已经开始形状了 三波浪型已经达标了 我原本跟大家报告的是说 我的目标是0.6624到0.6720 所以这个价位呢 在今天早上呢已经来到了 今天早上来到0.6632 基本上已经得标 而且它已经离开这个轨道 可能会再继续的往上走吧 可能加一个目标就是0.6715 到0.6750 这个空间比较重要 OK 我觉得如果行情有办法再继续的 往上走突破1.67的话 这个价位呢 我们要开始注意了 可能它这边可能会封顶 大家可能要非常非常小心 石油呢 昨天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长期 就是这几天我们看到行情 从93块7毛4呢 跌到最近的一个最低点的 就是星期四昨天最低点 来到84块7毛 基本上我已经做多了 我基本平均价位在85块半左右吧 OK 所以行情有来到最高呢 昨天先涨后跌 OK 是它是先涨 OK 涨了之后来到87块3毛5的时候 它开始跌下来 然后呢在收盘之前呢 它继续的往上走 所以呢在这种里面 我还是保持我的中立就是呢 还继续保留到我的做多的仓位 所以呢 看起来应该是有办法再继续往上走 OK 黄金价格呢 昨天有个很大很大的爆发力 你看这个是一个小时图 昨天呢 涨了三轮 就是呢 昨天呢 公布那个数据之后呢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很明显的一个涨幅 涨到1757块2毛半 所以呢 这个相比的话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我们看看日线图 它已经突破了 之前我认为可能会卡住的一个价位 就是1735块嘛 所以呢 它远远的突破了20块 所以呢 短期里面可能会往8月份的最高点 就是1807块9毛钱 可能这个就是目前它的 要越过的一个门槛 如果可以成功越过的话 我之前都跟大家讲 可能这一次呢 这个1615块或者16块呢 这个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低点 可能在从这边开始呢 可能贵金属的已经开始翻转了 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有印象吧 这个我还是保留了我的做多 我做多的那个黄金的那个仓位 OK 那 银呢 昨天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浮动 来到21块8毛3 这个也是来到这个价位的门槛呢 的空间里面是21块6毛4到22块6 OK 这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报告的一个 我的目标 现在呢 很靠近很靠近6月份的高峰点 如果可以成功的越过6月份的高峰点 在22块5毛2的话呢 它上面的空间呢是非常远的 接下来可能是往26块去的 所以呢 之间呢有4块钱的一个可能性 大家可以做参考一下 OK 这个虚拟货币这里呢 我们目前昨天呢跟大家讲 昨天早上还是可能币安 还可能会并购那个FTX 可是昨天公布了之后呢 就这个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因为那个币安呢 已经觉得这个FTX如果没有把他的美国的分行的那个交易所给列进来的话 他这个 他觉得不划算 所以呢 他也没有继续的跟FTX讨论合并的那个计划 所以呢 可是今天又出现了这个 以他们的一对一 OK 来兑换他们的Tron的那个 那个 那个币 所以导致呢 现在行情有一点稳住了 比特币来到最低来到15,592块 然后呢 这个是昨天的最低价 然后呢 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弹 我们看看一个小处图 一个小处图里面已经开始稳住了 可是这个行情走上去的 这个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卡卡的 我认为还是可能会有一个跌幅 这个呢 短期里面还不能排出这个可能性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短期的这个支撑线 如果这个支撑线被破的话 可能还会继续的往下面走 基本上呢 从这个比较长远的一个图案来看呢 我认为啊 那个比特币的空间呢 可能是在最基本最基本 OK 可能是1万4 比较有可能的就是12000到8760块 OK 这个空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是比较大一点点 以目前的状况呢 很多东西都还不是很明朗 变成呢 我们大家要关注下面的一个空间 如果这个比特币真的是 跌破12000来到8000多块 或者是9000块的时候 开始呢 我们就可以看看 能不能这个币呢可以稳住 因为这个可能是长期的一个低点 所以呢 接下来明年呢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以太郎呢 我是觉得这个下滑的空间呢 本来是看好可以再继续涨 可是现在呢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短期 应该是没有了 我们要看看它短期里面 这个涨的空间 基本上是被抹杀掉了 因为这个跌幅有点太猛的一个感觉 短期里面目标可能还会突破 今年的最低点就是878块 可能会来到867块 或者是最低最低呢 来到133块6 这个可能性不高 我觉得500多块 如果来到540块左右 我觉得这个这个币呢就开始 非常有吸引力了 可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币安币呢 昨天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OK 这个礼拜呢 我们看到行间呢 来到473块 我们看看 一个小视图 OK 从173块5毛8 5毛8的时候呢 他开始 你看他的这个涨幅有多 有多凶啊 这个是币安币 所以呢 之后呢 不懂什么原因 又再跌下来 啊 这个行情非常非常的大 短期里面 如果你是做短线的话 可能有很多机会 这个是啊 要要流仓的话 可能这个啊 你要经得起 那这个很大的一个波动 Ripple 他本身也是在在在在找方向 啊 这个最星期四最低来到 3毛1 3毛1 目前来讲 已经跑到3毛8了 可能短期里面 还会继续的往上走 可能会到到 4毛1吧 OK 我们看那个Cardano Cardano昨天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行情 从3毛1哦 跑到4毛1 然后就跌回来 啊 跌到这个价位 这个3毛3毛3吧 OK 3毛3 然后呢 又在反弹 所以呢 最近的这个行情 非常非常的大 啊 如果你是 长期要保留你的仓位的话呢 可能要 啊 找一个比较 你可以承受的一个 风险的那个价位进场哦 Solana Solana 基本上是三波浪型 已经 已经 已经达标了 Solana短期里面 没有什么利器 啊 可能还会继续的跌 OK 啊 最近来到11 11块7毛1 啊 昨天来到20块 将近5毛钱 开始又再跌回来 完成了这个 三波浪型的一个反弹 短期里面 主要的还是要看看美国的 那个股市的一个波动 再来的话看看 因为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空间呢 啊 这个礼拜呢 行情特别特别的大 而且呢 这个 啊 新闻呢 一直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个新闻的因素 所以呢 大家肯定要注意一下 啊 目前啊 特别是这个Tron OK Tron 他这个 啊 提供给FTX的这些客户群呢 啊 这个 他 这个管道看看有没有人 有想要把它啊 给他 啊 就是再进一步的去扩大一点点 OK 好了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明 明天没有 啊 星期一吧 星期一就跟大家继续的做分享 OK 拜拜